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你这精彩 那个鹅叫又是驴叫 这都我也说这就是九牛一毛 都是废话 你会那些叫九牛一毛 这句话才是真的 美人如花隔云端 性或不性生或者死 就是再强势的女人 她也会化成一潭潺潺的溪水 文艺女青年 能够适应现实的职场环境 有的时候口才太好不是件好事 我特别看重你这个能力 站在这舞台上表达一个本我一个真我 不要把这一拳打回来是吧 因为这是一种我的习惯 我没有办法去给她做点评 所做的兼职工作几乎都与美有关 对 美丽是资本 但为何在现场引发正义 是美到没有内容 太难为我了 你需要十二个人喜欢 你需要一个人喜欢 不要过分地宠爱 这样会阻止她前进 我觉得在座的老板挺可悲的 可以拒绝回答吗 我就是传说中的灭绝师太李博士 她的兴趣爱好是一步一步走向古墓 《申欢传》里面没有什么重大的历史披露 看着难受 古代时女博士 现场另类安排老板职位 周老师这么温婉 老嬷嬷 老公女 谢主位 尹峰说了干什么 直接进宫当娘娘吧 这么漂亮 要什么干什么活呢 我只能当皇上了 你想跟尹峰在一块 没门 这里是大型互动职场招聘节目 飞女莫属 欢迎节目主面试官 扑磊 谢谢大家 谢谢 请坐 欢迎来到天津卫视非女莫属 我是图磊 欢迎所有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同样热烈的掌声送给12位老板 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求职者 在大学期间做了很多的兼职 其中主持战据楼很大的一部分的时间 其实到现在我不太清楚自己 最适合的工作是什么 我只知道我要在这个传媒的这个行业里面 我希望能够通过各位老师的指点 能够帮我找到适合我的那份工作 王兰珍 21岁 天津人 大四 天津师范大学 管理科学工程 波音主持专业 大家好 我是王兰珍 今年21岁 来自天津师范大学 管理科学工程 以及波音主持 艺术双学位在读 所以我自认为是一个兼具文科及理科思维的文艺女汉子 我曾经主持过旅游电视片 今天希望找到一个和传媒相关 或者是各位老板认为合适我的工作 谢谢大家 大长发 大长腿 红色的衣 红色的鞋 和黑色的腿 很好的搭配 很舒服 谢谢老师 来 你的推荐理由是 双学位 一个是理科的管理科学工程 还有一个是文科的波音与主持 而且我发现咱们俩之间共同点特别多 第一 都是天津老乡 咱们天津有一个办了 我觉得至少得有20年 我小时候就有的 叫月季花形象大使的比赛 您知道这个比赛 就是您一起讲的时候 我知道 我高中的时候就开始第一届了 我今天终于见到了月季花形象大使 你好 你好 好吧 我推荐你 谢谢老师 月季花的全称是什么 月季花工艺形象大使选拔赛 那是选些什么呢 我觉得他就是选这种形象代言人 他要看一个女孩的整体 然后选出来这些人 他会带着你去到各地去做公益活动 那你是凭哪些方面胜出的呢 是美貌 智慧 气质 我那一届参加这个比赛的学生们 很多都是学什么模特啊 然后学这些 就是他可能外在和内在 这个东西要匹配我觉得 你的意思就是说 很多的模特的学模特同学 学模特同学去参加 没有思想 我是想这么说 但是我没好意思这么说 因为你是咱们天津师大 文理兼修的美女 比如说你会更加均衡一些 我觉得更均衡一点 还获得过什么 学校里面的 也是主持人大赛 朗诵大赛 然后天津市的文艺展演 这样 我看了一下 你所做的所有的一些 兼职工作 几乎都与美有关 对 做过哪些兼职 跟我们说一下 做过主持 然后就是各种晚会 主持过联谊晚会 联谊晚会 对 厂商的女老板 跟男老板联谊 最难点是 他们基本上都已婚 OK 现场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非常欢迎各位来到 我们的非女莫属联谊晚会 这个活动的目的 我们是希望 能够让我们的老板之间 多多地交流 不管是友情 不管是爱情 还是你们的生意 都希望能够在这个 这个融洽的氛围当中呢 不断地去促进之间的 这种感情 让我们共同发展 然后共同迈向2015年 谢谢大家 漂亮是一种质疑啊 是一种美丽 因为漂亮在 从销售的角度讲 漂亮女孩卖东西会很快 我觉得一个 她要遇到一个好事的师傅 一个好的老板带的话 她才拿出来的 因为她的眼睛里能看到聪明 第一轮选择之前问一下 你是找实习工作吗 你大四吗 如果能够以后留下的话 当然要 你现在能全职吗 下学期没有课 那么你的最低的薪水要求是多少 没有 没有 我还没做过全职类的 这个可以有 三千 有地域的限制吗 北京或者天津吧 北京或者是天津 其实我不排斥来北京发展 我挺喜欢北京 其他地方考虑吗 其他地方不考虑 第一轮选择去活类 好 十二转针前流 接下来我们去 人生活有才 来 把BBT先说 这个是我们学校和美国的一个大学 就算是姊妹校 然后每年她会来到我们学校 来做一个交流 我是被选为志愿者 和他们这些外国人在一起 就是每天带着他们做学术交流 然后带着他们出去玩 这个是我在主持活动当中的样子 然后这个是天使利 我之前给天使利做了一个旅游电视片 然后当时也是采访了于秋雨先生 然后还有天使利的一些晚会 这一张就是比较喜欢旅行 所以在旅行当中拍出这种比较文艺的照片 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来做到 其实我的秘诀就是人上镜脸不上镜 就是镜头在这个地方尽量不要去看 用侧脸或者是背身或者是道具 戴墨镜或者是拿手机的这样的动作 你这就是传说中的装作被偷拍的自拍 没错 对 你拿手机那个怎么自拍 对面有一个同学帮我拍 你说好 拍了 拍 对 那个PPT讲完了吗 没了 没了 最后一张了 没了 那我有个问题 您说 作为一个PPT作为一个策划的作品来讲 你觉得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不够美 我不认为不够美 还不够美 我们就认为就是它太美了 这作为一个简历 我认为你炒了提亮的部分 就是亮点提出来的部分 这一PPT你要干什么 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的所有的东西 是不是围绕你这个目的 去组织的 这是最重要的 剩也才是美化的工作 比如说你搞那个活动 你就可以做一个提量 是多少人的 我一个人干了多少人的活 底下稍微有几个文字 这不一样的 这个 你这双重标准啊 怎么叫什么 这是展示能力的时候 以前的选手 从来没有人提过这个问题 多多少次 就是我的这些活动的照片 然后口头解说一下就完了 他学的是管理 以前有点要求 他把文字写上去的 以前我也没想招啊 特别赞同慕炎的观点 就是你刚刚其实那个PPT 已经做得很好了 很多人连PPT都不做 你知道吗 从你的PPT中 我刚刚认真的听了 认真的看了 我看到里面有好几点的东西 你第一年的时候 去参加交流那个联谊会 对吧 你还不是leader 后面你变成leader了 对吧 说明你是其实有进步的 而且要考虑到 你现在还是一个大肆的学生 我觉得不能够苛求太多吧 反正他就是向你施爱 但是王岚珍 我给你普及一个基本常识啊 在这舞台上 跟谈恋爱一样 见面先建立好感 然后确立关系 最后定下中心 这个过程中 你的价格是一直在变的 大家对你印象不错 最起码你四五千底心拿到了 刚才这个问题 如果你回答了 不在他们的保护下 甭搭理他们 你知道 他以为这在帮你 其实不是 你处理好这个危机 回答好这个PPT 你就变六七千了 对吧 然后后面再烘托一下 你变八九千了 很多在这找的高薪的 都是这么吵上去的 你知道吧 但是凡是被这种 护花使者这么摧残的 大家也不问了 反正都好呗 应届毕业生 没什么可打击的 对吧 你就五千 我告诉你最多 反正你看过后会无期吗 没有 后会无期里面有句台词 就是你不需要 十二个人喜欢 你只需要一个人喜欢 你就可以了 所以我插个嘴 给那些就是外形 较好的选手提个建议 其实有些美 搁在那我们已经看见了 没有必要再刻意地展示 你往往展示的是 与美无关的东西 才是必要的 就是对于美的看法 是不一样 对于一个事物的看法 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我想要去体现的 不是一个东西的层次感 我想去体现的 就是想罗列的是一个美感 她在求职一个公关 或者策划类的 能不能围绕她的核心业务 对 是的 我们进行一些讨论 你告诉我 你正常的一个策划的一个 撰写或者思考的 它的基本流程和它的步骤是什么 你这样吧 你就策划一下 我们今年年底的 非女莫属的春季联欢晚会 我就说一下流程吧 我觉得对我来说 会稍微简单一点 我们既然是一个 年底的一个晚会 首先我们要回顾 我们需要把往日的一些集锦 剪成一个小短片 再开头放出来 然后呢 第一 这叫收集素材 第二 之后我希望是 开场的一个歌舞表演 然后呢 我们的所有的boss 都能够参与到 其中 每个人呢 第二 开场的流程 节目 节目的编排 我觉得首先 请我们优秀的员工 就像员工返场一样 到台上来 可以挑几个人来演出 然后 杜老师 我觉得这个问题 没必要继续下去了 他其实也已经暴露出问题 他一直所有的策划 都是做内容策划 对 内容策划 他并没有做执行策划 他不是活动策划 对 所以我觉得 他在一个维度当中进行 其实这个问题就可以结束了 对 首先我想问大家 这个初题的考官一个问题 你们觉得他这种维度的流程 一定办不成这个晚会吗 没有 我们既然去思路 这个里面 我是觉得 我们每个人谈的问题 都不在一个平面上面 我是考虑他的思路的问题 那这不是一个 专业人员的思考模式 大家对他的期待太高了 人家说得很实在 他说我就要三千 我先到企业中去学习 去工作 他自己非常清楚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拿一个 刚出校门的大学生 然后三千块钱 自己心里预知的人 来拿一个 但是这里面 你可能太看重了 问题在于呢 我们其实前面 花了大量的时间 都在谈论一些外围的东西 而没有去讨论 具体业务的事情 外围的东西已经很好啊 他说的 我就是一个应届毕业生 我就要三千 他可能沟通能力很强 他可以去做品牌 他可能 暂时还没有能力 去做策划 这十二个考官 可能有十二个维度 来办这个晚会 你这个答案 绝对不算错啊 我想回应的是 咱们刚才罗敏说这段话 还有周老师说这段话 我觉得你们要知道 这是非你莫属 不是咱们自己家公司 咱们这面试 是让所有的求职者 知道怎么面试 怎么找到一个好工作 怎么拿高薪 怎么干的是这事 我觉得反而不是这样的 他只要表现出 他的真实水平 如果他的 如果他的真实水平 如果照你这么护协协 大家没人抢 我没有护他 不是护他 如果他的真实水平是五千 你给他八千 你反而把他提高了 反而以后 他没有办法在工作中 工作下去 我特别同意 你不能把他拔高 就是这样的 不能说来了非你莫属的舞台 就可以美化 就可以提升 然后明明一个 三千到五千的孩子 直接变八千了 没错 这不是个炒作 你听不听 他只是一个英国的专业生 这些人就把你给定了信了 这帮互发私责 不是定了信了 如果说男老板 是互发私责的话 那周思敏 她是一个女孩 她为什么也要去互发呢 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看见美好的事物 美好的人 大家都想要保护他 然后给他更多的机会 但事实上 其实你可以被别人保护 但是你自己 不能奢望别人保护 老师 我先说一下 就是刚刚因为 大家就觉得 我做这个晚会 可能角度不是很全面 我的思路确实有点 单是因为 我一直以来 其实没怎么参与过策划 我一直以为 一个主持人的角色 所以我 行 别解释了 你这么解释完了 就是还是五千 好吧 你现在从多个维度 来办这个晚会 你愿意用哪个维度就用 你说的种类越多越好 我们想听你的思路方法路径 你也可以选择拒绝不办 五千就五千 可以拒绝回答吗 可以 考到这儿 其实基本上的东西 也都出来了 也感谢大家 刚才对于这个 一些问题的争论 大家保留几件 用灯来代表自己的选择 来 第二轮选择 去火力 还有九盏灯 来听下他们推荐的示威 我们能给你提供的 这个岗位是 市场部的活动策划 地点北京 好 王文刚 我给你的岗位是 维萨品牌的 品牌部总监助理 地点 地点在北京 周思敏 谢老师 公关助理 前期我会带你 可能要出差 而且可能会到 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去出差 所以你也可以考虑一下 优胜教育集团 给你提供的是 我们加盟连锁事业部的 品牌总监的助理 好的 罗敏 我给你提供的职位是 2015年的管理培训生 地点 谢谢老师 地点在北京 东军 那通灵珠宝呢 给你的工作岗位呢 是我们比利时 国里蓝色火焰钻石的 公关专员 工作地点是在北京 谢谢 自见 谢谢老师 到华语传媒 做我们的策划部的专员 怀哲 2015年就会有一系列的 基于微信传播的项目 像那两个严肃的婚恋网站 去PK的婚恋交友的项目 可以过来 跟我们一块去学习一下 我给你的职位是 我们品牌部的总监助理 我给你一个学习机会 好 越是美女 又要懂得选择 好吧 灭掉七盏 留下两盏 回到这 去吧 我们 запặp 我给你一个小伙计 我们自己看 不错 我们父亲 我们一起送到 如果找到 我们家的祝福 我们家的人 几点 д anchored 不错 Literally 回到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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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谢谢 谢谢 有请周思宁 沈东军 谈钱不上感情 来 写下你们的薪酬 写好了吗 请揭晓 6500加 6000 有问题可以问到两位老板 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要问是吧 15秒钟时间请考虑 四敏文化 通灵珠宝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通灵珠宝 好 谢谢老师 谢谢 选总 谢谢 通灵珠宝 欢迎你 别的我不敢承诺 但是我可以把你培养成为一名 公关人才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通灵给我提供的是公关 确实这是我喜欢领域 因为可持续性比较强 其实我生活中是一个偏于文静的人 因为我写小说嘛 我的文章喜欢的会特别喜欢 如果不喜欢的可能看一两眼就不会再看了 我比较想从事我感兴趣的行业 能发展我这个兴趣 能发展我才华的行业 毕竟网络作家这个不是一个长久的事 我还是想去闯一闯我的职场 规划一下我的人生 林允南 二十二岁 江苏人 大专 陕西职业学院 营销与策划专业 大家好 我叫林允南 今年二十二岁 我来自我们古风悠然的文化沃土龙城太原 我现就读于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营销与策划专业 我喜欢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学 喜欢我们中国的古典文化 喜欢与文字为伴 我的求职意向是培训讲师类 还有策划类的工作 当然事无绝对 也请各位老板们 根据我这个人的长处开发我的一些水平 帮我推荐合适的工作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老板们好 老师好 主持人你好 你的推荐理由 林允南我觉得是一个更加标准的 和优秀的文艺女青年 因为她初中的时候 她写的网络小说 就是还原了最原汁原味的白蛇的故事 然后这个点滴量也非常好 她自己还做过情感节目的嘉宾 很早就点评 在他们当地太原电视二台 你多大 你点评别人 我觉得这个其实跟年龄没关系 那当然有关系 情感应该是一种经历 我觉得 不对 同学老师 这个跟年龄真的不完全有关系 那你没有经历怎么会有感触 您错了 这件事情从两方面来看 第一方面 之所以我没有这个感情经历 所以我相比起一切感情经历丰富的人来说 我反倒我的观点 更是他们所表达不出来的 对 所以我没写一本小说 或者说一篇故事 我就全身性地投入 等于我就经历了一场 那你的小说是编出来的 还是取自于生活 也不能说编出来 也不能说取自于生活 有一句话叫 文章本天成妙受我得知 我觉得有这方面的兴趣和爱好 自然这灵感来了 它就顺着来了 我说您内心的一些 纷繁的语录特别多 好吧 来 你的推荐理由继续说 对 另外但是呢 这个永南他也是很能吃苦的 他从小其实是跟母亲相依为命 母亲自己做点生意 他就是帮母亲去打理生意 经历过很多这个生活的一些困难 成长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永南是一个 自己有才华 同时呢又不像很多女孩子 没有吃过苦 然后他今天来应聘的 也是应聘跟他学的专业 营销相关的一个职位 所以我觉得是挺靠谱的 我推荐你 谢谢老师 好 你所学的专业是营销与策划 但是其实你实际上的 在生活当中所热爱的和所做的 基本上是与写作有关 文字有关 为什么 因为写作毕竟是一个副业 如果我去选择一些 汉语言文学的专业 我个人认为 可能将来就业的面稍微窄一些 而且我认为 我们每一个专业也是相互通的 比如我去学营销和策划 我提醒你一个问题 有的时候口才太好 不是件好事 谢谢老师 您说得很对 就是您刚才 你刚才的这种不加思索的 心云流水的这种语言 并不一定给人能够带来好感 这是我一直以来的经验 恰恰是针对于问题本身的一些 平时化的话语 反而更能给人好感 但是图林老师 我想强调一点 我并非走行事化 我也并非特意用 我只是给你一个建议 我也是想表达一下 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因为这是一种我的习惯 我想站在这个舞台上 表达一个本我 一个真我 我确实是这么想的 我就是说 这样子 我跟你说吧 我也算是写了一些东西的人 也出了几本书 刚才你前面这个语言结构 已经在我这里严重减分了 就是我们的生活化语言 是高于我们课本语言的 和表达语言的 就是我们过多地用书面语言 会把自己沦络为一个表演者 而不是一个表达者 但是老师是这样的 我确实是想表达一个真实的自己 我发现你好喜欢 变了 非要把这一拳打回来是吧 不是 我是刚才 我接受我前话来的 这变怎么了 如果他在上面 唯唯诺诺诺的 反抗一下你们六零后 不可以吗 我是觉得你应该把 我们作为应聘者 不能画到自己的观点吗 求职者跟你也是平等的 你有你的观点 他可以表达他的观点 好吧 我错了 我们不去你单位好不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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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还是想流露一个真实的自己 他觉得我装饰 因为他不了解我 而如果我不以那样的表达方式上场 其实我是才是装 因为我到那个场合 我会带入妥铁的性格 我情不自禁地 自然而然我就成了那个样子 那其实是一种最真实的真我 当然每个人都有演员 那只是跟他少那么一点点机缘吧 从事过哪些工作 其实我现在还是一个在读的学生 没有具体地从事过一些 大学期间 大学期间 我妈妈曾经跟她朋友 合资开过一家车行 车行卖车的吗 不是 洗车行 洗车行 我帮她做过他们店内员工的培训 还有店内的一些策划 你简单地来两句了吗 看一下 首先 这就是洗车行的员工 12个你来培训一下 对 都是比较难搞的 大家都是有素质的人员 都是跟我年龄相仿的同龄者们 这几天的工作 相信大家对我们店内的规模 一些引进的设备 是不是已经有了一个涉链了 是 我帮你洗车行吗 干嘛呀 我就不来洗车的 小二 你上个月洗车洗得不好 不去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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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以一个严肃的开场 其实大家不用惧怕我 不用处我 应该我怕你们 为什么 你们在座的都是了不起的大人物 请大家找准自己的内心 我们一直在强调要微笑服务 要为客人着想 没有无不适的客人 就跟无不适的父母一样 他的语言是最高零下的 他对老板也好 对求职者也好 对他模拟的培训的学生也好 全部是最高零下的这种状态 这个状态不利于他将来的成长 因为这个社会 还是不喜欢那种 夸夸其谈的人 你不是在取救 你不是在辅救 你再做一件大事 你的心要大 你要宽广 你未来的人生才会有一个规划 海阔平宇月 天高任鸟飞 谢谢 我想问他们听懂 那个小李 我感觉你这个像一个大学的毕业典礼 对 上面的一个老师的一个训话 在他这个年龄 能有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去培训 是值得我们赞赏的 好 挺好 今天妈妈来了是吧 来 妈妈 妈妈特别精神 是姐姐还是妈妈 妈妈呀 怎么这么年轻 妈妈 来 妈妈 来 我看见我妈妈 我这想哭 你这会儿突然像个柔弱的小女孩 拿点纸给她擦一擦 对 就是突然老师 我觉得一个女人柔弱或者强势 取决于她站在谁的身边 我有错 我的意思 如果她身边的男人 或者她身边的环境 让她感觉到安全 就是再强势的女人 她也会化成一滩潺潺的吸水 而如果她感觉到不安全 她会下意识地去保护自己 她会变强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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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问一下妈妈 好的 这些年来是你们一直相依为命是吗 对 相依为命 共丹风雨 我发现您说话风格跟她也差 是吗 充满了文学色 就每一句话都可以记下来 这孩子到底怎么样 我觉得孩子是一个好孩子 不论是她的人格美丽 我觉得孩子非常有内涵 有素养 我坚信一点 我的孩子是前途无量的 我一直以来对于那种 就独自拉扯到孩子的母亲 我特别地有崇高的敬意 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 宁跟着讨饭的妈 不跟着做官的爹 西方也有谚语说 恰恰是因为上帝不是无所不在 才造就了母亲这个角色 谢谢 谢谢所有全天下的好母亲 祝福 祝福 来 请坐 好 第一轮请选择 好 还有十盏灯 接下来我们进天生我有才 你准备了什么 其实我很喜欢的是沈总 然后当时看到您的蓝色火焰 我突然有一个小的灵感 也算是一个小的构思 我今天借着这个舞台想传达一下 来 说吧 因为我在写文章写小说 我突然有一个想法 我想把这个蓝色火焰 写进我的小说里 塑造一段三生三世的故事 主要推出一种利益 就是什么 当我们的爱走到尽头的时候 当世界都走到尽头的时候 性或不性 生或者死 已经不重要了 一切归于无痕 只要还有一个人佩戴蓝色火焰 爱就不会灭 它可以世代相传 生生不息 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个这小字画 拍一个小短剧 把这个小说同时跟一些小说网 咱们建立一种合作关系 就是发放这个小说的同时 把这个蓝色火焰的广告打到一旁 读者读到感人的地方 看到这个宝石在传达上 突然蹦出我们这个蓝色火焰的宣传片 然后一点就可以看到公司的介绍 还有这个产品的购买信息 这是我的一个真的是一个小的灵感 然后您也可以当作是同言无忌 我是说给您听了 对 听一下 这个创意它不适合我 这首先要谈标准 为什么不适合呢 因为我们首先要说 你的创意要符合不符合我的理念 我所传播的理念 现在大部分的电影都是亏本的 好的电影是非常非常少的 我们是可以把它拍成电影 但是观众是否可以接受 这都是一些非常严肃的话题 我不求他接受 因为毕竟我不像他专业 但是他的态度让我心里很不舒服 让我有一种 我热脸贴了他冷脸的感觉 就是你刚才这种 其实在微信上传播的 鸡汤型文字信手拈来 我特别看重你这个能力 有很多的女性的顾客或者是读者 她很吃这一套的 可以做微信传播的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其实它很适合文字类的策划 特别适合 其实你在网络世界这些东西 还是非常熟悉的 通过线上做各个企业之间互动 这个你有一些想法 但是这个其实还是很初级 做一个策划 比方说春节了 你做一个策划 就是线上线下所有老板 然后我觉得可以在 还是网络资源 我们要利用起来 就在网上搞一个投票 就是大家最喜欢哪一位老板 最喜欢的那个老板 要带头给大家送上祝福 还有就是我觉得 咱们可以动一些小脑筋 邀请一些观众朋友来到我们现场 我们可以把老板们企业信息 印在这个糖果上 水晶糖果 就是取代我们传统的纸质名片 印上去之后分发给大家 大家看了也喜欢 也可以当糖吃 但是大家也没有谁真舍得吃 回去之后 这也是一个 有别于纸质的这么一个 你知道吗 在你身边我的感受是 其实它最牛的 就是想都不用想 最让我可怕的 也是想都不用想 这是一把双刃剑 来 第二轮选择去货流 还有九蛋灯 我们来听一下他们推荐的职位 我们是做一款 那个特别安全 特别有营养的一款 高档牛奶 人群比较小众 我们给你留的职位是 市场部的策划 活动策划专员 好的 谢谢 王文刚 那我给你留的岗位 是我们其中一个高端品牌 叫Cover Story 明年我们会推出上线的 五大洲之彩 讲五大洲的历史文化 人文的原产地产品的 这样的一个高端品牌的 品牌策划 我给您预留的工作 就是我们思敏在线 这个新的项目里边的 文案推广和策划 主要针对于互联网上面 谢谢 来 陈浩 给你的是我们集团 加盟联统事业部的 管理培训生 我们这是 你是唯一一个大专业 里进这个组织的 看好你 罗敏 你来我这边 我给你的职位是 品牌创意策划 你可以发挥很多你的所长 你会拥有你自己 很大的粉丝群 我们后面有坚强的后盾 Cover City为你准备的职位是 新媒体运营专员 谢谢你 东军 我给你的工作岗位呢 是我们 比利时蓝色火焰事业部的 创意文案专员 我需要你的文字能力 来帮我做 基于微信的传播 子龙 梅尔木眼科医院 这个加盟连锁企业 我给你的岗位呢 就是企划部的文案策划 接下来是由九盏灯 你要灭掉七盏 留下两盏 请 你真的非常喜欢你 谢谢您 谢谢您一直的赏识 真的谢谢 谢谢 有请何学军 王文刚 谈前不上感情 来写下你们的薪酬 写完了 写好了吗 请介绍 来 那是什么意思啊 那是嘴唇吗 心 我们的标志 你们的心都是那样方的 方的 有任何问题 问到两位老板 我觉得有机奶这个品牌很好 但是我就说 如果我加入一些 我传统文化的构思 把咱们这个企业文化巩固一下 您愿不愿意倾听我这个 没有问题 这个我觉得 我们这边一个 很高端的一个牛奶 这个高端牛奶呢 我觉得用什么样的文化来装饰 是针对不同的客群的关系 我相信你也不只是 在古典文化这块擅长 我替你解释什么 你嘴笨 我跟你讲 这人特别好 你写什么他都支持 其实那个 我觉得你对老猴那边 是一个特别有益的补充 你是从网络起来 你为网络而生 我是天然生存在网络的品牌公司 我想我们不能再决配了 到这边就是珍惜品种 这边是流行品种 老猴加钱 老猴加钱 不要说话 自借加钱 可是这 文刚那边改七千了 这真不是钱的那边 那边改七千了 不 我觉得楠楠 这样的行为对你是一种侮辱 我在后面有一个无限的加号 好吧 虚的别说了 然后说句实在话 这真不是个职场小白 以她的能力 我觉得拿八千都可以 对 实际上说句心的话 她这个水平很高的 我觉得社会责任感上来讲 食品安全问题是最重要的 对吧 再加一千 比她那个盖被子盖被子铺什么 这些东西都重要很多 我们也是个创业型企业 我们从三年前一百平米到现在 一年两个亿的销售额 好了好了好了 想故事要讲一辈子啊 这个是这个事情 加不加 就这么定了 确定不加了 对 确定了 你也不加了 对 都是旗舰加 对 好了 15秒钟时间请考虑 龟原有机奶 优慢加仿 或者是谢谢再见 请问你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是龟原有机奶 然后咱们食品安全理生也是 我觉得我比较想去关注的这一块 我觉得身为一个中国人的责任吧 我也有这个倾向 我喜欢读历史 当时也很喜欢搞研究 我到现在也很喜欢搞研究 所以我觉得应该读一个博士 不要让自己的人生有遗憾 虽然我比各位出入职场的求职者 年龄都大 但是我相信 impossible is nothing 只要我想要 只要我努力 我觉得我都可以达到 王敬雅28岁 北京人博士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古代史专业 主持人好 各位老板好 台下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叫王敬雅 今年28岁北京人 现在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青史研究所 我就是传说中的灭绝师太女博士 但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了 属于我的人都知道 我是一个性格很随和 很容易相处的人 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呢 主要是想求得一份管理培训师 或者是企业文案策划方向的工作 但是因为虽然我年纪很大了 但是还是出入职场 所以也请各位老板呢 帮我长长眼看看有什么更适合我的工作 也可以推荐给我 谢谢 在此之前 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就是我妈是您的big fans 特别喜欢您 觉得您说话特别有水准 但是呢她得在家帮我带孩子 因为我孩子还小 我想请求您通过镜头 能不能跟我妈问个好打个招呼 您妈叫什么名字 姓仁 您叫她仁姐 千万别叫她仁阿姨 为什么不能叫仁阿姨 因为她把她说老了 她会不开心 仁姐姐你好 看见女儿非常高兴 我非常希望 是我婆婆 是你婆婆 不好意思啊 仁阿姨你好啊 她一说婆婆 我就想说这个 原来我跟她婆婆是一个辈分的人 这样吧 小仁呢 好 这样说错了 仁妹妹 很高兴 您的这个儿媳妇 今天来到我们的舞台应聘 听说您是我的忠实粉丝 我感到非常高兴 衷心地希望您的儿媳妇 今天能够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 好 向您问好 谢谢 我突然之间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大家回忆一下 今天上来的三位 这个女生 一个比一个走向古代 你感觉没有 这朝代越来越远 到了这儿像个出土文物一样 她刚才说自己就是女博士 灭绝女博士是吧 是的 我看你的第一感觉就是两字 慈祥 谢谢 谢谢 来 你的推荐理由 靖雅的综合素质非常地高 她不是一步一步走向古代 她的兴趣爱好是一步一步走向古墓 曾经探寻过非常多的古墓 因为她的这个学科的背景就是古代史专业 所以我非常期待今天非你莫属变成百家讲堂 谢谢 这种考古学家啊 她基本上都历史非常熟 尤其是对于一些野史 我们特别感兴趣的一些传说 她有过一些自己的研究 你挑两个来满足一下我们的好奇心行不行 比如说什么这个满清四大一案啊 福康安是不是乾隆四成子啊 这雍正传位的时候是不是余字改成了十四啊 你跟我们说说好吗 接下来大家伙 用手托着自己的小脑袋 听一听灭绝师太讲讲故事 首先先讲一个非常容易被反驳的吧 就是那个传位诏书 传位十四阿哥 改为传位于四阿哥 首先这个传位诏书呢 不是皇帝死之前写的 再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常识呢 就是清代的重要的诏书全都是满汉两种文字写的 他即使改得了汉文 他也改不了满文 所以这个呢 基本上就属于一个无稽之谈 关于 他不是放在那个正大光明那个扁后头 一个密函吗 对对 这个是雍正之后才有的一个政策 就是因为雍正时期 康熙末年 就是康熙诸子夺地 争宠争的太严重了 所以雍正上台之后呢 有介于此 他这个发明了这个叫秘密立储制度 就是在他活着的时候 所有皇子都不知道 谁有可能成为皇位继承人 那个《甄嬛传》里面 作为你们一个考古学家 看这种电视剧 跟我们的这普通观众看是不一样的 你觉得里面有什么重大的历史披露 清代时期的这个分封制度之类 有相处的地方 有很大的漏洞 首先非常抱歉 我从来不看历史剧 我看着难受 我老公也不爱陪我看历史剧 因为我坐在电视面前 就是不停在吐槽 那我问一下你 这个我们刚才所问到的福康 是不是乾隆的私生词 这是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了 就是没有这种可能 这种传言呢 主要是根据现在的研究 这种传言主要 其实是在这个民国 就是清代快灭亡的时候兴起的 其实是当时人在诋毁 这个满清皇室的这么一个故事 这么看来 其实你的工作是很有趣的 还好吧 你自己感兴趣吗 当然感兴趣了 那雍正 雍正那个 雍正怎么 你好八卦啊 好奇 算逮着了吗 雍正暴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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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学界比较倾向的 其实是吃丹药 对 因为雍正的工作量特别大 雍正的时候 他创造了这个奏折制度 就是各省的都府 三平以上的官员 他们都有权利直接上皇帝上奏折 皇帝的工作量就特别大 每天不停地批啊批啊批啊 他累啊 他得睡觉啊 对 也没时间去吃一顿咖啡之一 之类的 对 也没有咖啡这么好的东西 然后他只能吃点丹药吧 然后乱吃乱吃就 嘴乱吃一顿 所以保健病 重金属吧 重金属 重毒 重金属 也不磨一点函数 还有那个 光绪是被慈禧害死的 你好八卦 人家问不完了 来问点其他的有事的吧 听说你还喜欢 巡龙探墓走访古迹 是吧 你走访过一些什么古迹 基本上北京周边的 清代的王公贵族墓 能去的都去过了 那你发现过什么呢 真的有盗墓人死在里面吗 这个乾陵的考古报告里面说有 但是现在的 其实这些所谓的地宫和这些墓 早就已经被绝得特别干净了 很多这个古墓 已经被改成了什么蓄水池 然后大队里面放白菜的地方 就变成了这种地方了 摸金效尾是怎么回事 你说的是盗墓笔记里的 对 还有什么黑驴梯子 能够避免 我首先先更正 大家很多人有一个误解 我是历史专业的 我不是考古专业的 也不是文物鉴定专业的 我把你当成一个说书人 他今天来应聘的岗位 是策划和人力相关工作 这跟你的古代史根本不相干 我要想应聘跟古代史相关的工作 我就不会来这儿了 那倒是 靳雅你学古代史学了多少年了 十年 你学了十年 然后去换其他的行业的工作 不觉得可惜吗 首先我很喜欢搞学术研究 但是真正搞学术研究的岗位 是很少的 然后如果以我的这种资质 把算是进到事业单位 有很多事业单位 是那种就是挺耗人的 对 但是你是不是有一个原因 你没说 咱们国家有那么多的大学 对吧 很多学校都有历史系 是吧 我觉得他们也会有老师的更新换代 也会有青年教师的岗位 你为什么不去呢 就是 就是因为我家在北京 我全家人都在北京 我只能在北京 然后北京有大学 有历史的大学主要联合大学 然后首诗大 北诗大 清华北大人大 没有了 其实我觉得有一点你必须要说清楚 作为你一个古代史专业的博士 你现在要转行 你原来的专业 对于你所要应聘的策划和人力相关工作 有哪些优势 我觉得清代的这个官僚体制 清代是一个有两万多官僚的官僚体制 我的博士毕业论文呢 是研究这两万多官僚 它是怎么升迁的 是怎么升官的 我觉得虽然可能差别很大 但是管理的精髓和内涵是有所相通的 但是这种研究没有意义啊 这个清代已经灭亡了 你这样啊 证明它已经不适合现代的发展了 你这样 如果你是皇上 用这些大臣们 你准备把他们谁用到哪个岗位上 虽然说没有太过于的形象 但是也体现你一方面的能力 所以比如说沐延 你会给他安排什么岗位 都可以用啊 我也可以用 你准备把我们用在这个朝廷当中的哪个尺位 你是皇上 首先从咱们归原有机奶的 您去精善司 精善司是干嘛 精善司是专门为皇帝准备吃的 功力也应该有 为什么他又不像个厨子啊 但是我觉得咱们归原有机奶 规格这么高 就是悬料这么精 皇帝也是这样 皇帝不怕鬼不怕花钱 他就要悬料精 要这个东西好我才用 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 金善司是吧 金善司 太谢谢了 王文刚适合干什么 可以去鸾衣卫 鸾衣卫就是掌管皇帝出行的时候 这个排场和卤布的 就前面撑牌子那个是吧 撑牌子还是打伞的 打伞的 但是他除了打伞 还有一系列的这个 而且就是还有一系列的仪仗队 对对对对 这不是应该周老师干的事吗 有点好奇 对对对对 你把这个活给我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周老师这么温婉 应该到后宫去调教后宫女子 老宫女 谢主的温婉 那叫什么名字 什么名声 调教宫女的 在后宫调教宫女的叫什么官子 那我要问一下我是官呢 还是奴婢呢 老嬷嬷 conditions 对对对 就是那个之声 龙嬷嬷嬷那一个体验 不就没说你 清代的后宫是没有那个官制的 叫什么名字 就是有一些级别很高的宫女 级别很高的宫女 咱们现在可能看这个古代剧都被误导了 但其实那种级别很高的宫女 他们就是叫嬷嬷 叫嬷嬷 对对对 周嬷嬷 以后有了啊 陈浩适合干什么 陈浩适合适起 陈浩是去上书房了 去上书房 上书房是干嘛的 上书房是教导皇子的 教导皇子 太妇 对对对 那还有一种叫上书房行走 那是什么意思 是借调来的是吧 行走其实就是干活的意思 他挺多行走 他什么上书房 太妇啊 别开玩笑 尹峰 尹峰适合干什么 哎呀 直接进宫当娘娘吧 这么漂亮 要什么干什么活呢 为什么不做太后呢 吓得我笔都掉地上了 太后 太后丈夫都死了 多可怜啊 对 来来来 那个人 那个人 我最想知道她是要干什么 通灵珠宝沈东军是要干什么 李年纪 真是大内总管 太内总管 当皇帝吧 你想跟尹峰在一块 没门 没门 是这个心 他适合干什么 要不然咱们也去内务府吧 内务府的珠宝 是全国最好的珠宝 而且各地上贡上来的东西 都需要您来掌眼 然后他就真是害他 这过几天就被砍头了 你这么搞 怕就怕坚守自盗 你没看他的口号吗 我就是为了赚钱活着 对 下一个和声 来 函淑的好影说要干什么 这是东宫娘娘和西宫娘娘 这也是 完了 要打起来 你直接给这俩弄成仇人了 这两人 行了 剩下两个就不用你说了 许怀哲做锦衣卫 那个做这个 我只能当皇上了 不不不不 太医 太医啊 你只能做太医 做太医 我点评一下他刚才说的 你说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你刚才在给我们每个人 安职务的时候 皇帝的职务的时候 都是以我们过去的工作背景来 但是现代人力资源 还是根据每个人的才干 每个人的特点 而不是仅仅你过去的 这些相关的知识 我想当然你可能 这只是一个玩笑 但是如果工作中是这样的话 那是绝对不适合做一个 人力资源管理的 当时这个主持人提这个问题的时候 当然有很大的这个玩笑的成分 其实我是非常希望 听到你在这里面 你有什么 比如说他的才干 他的特点 比如说这个人 他的喜欢说话 喜欢怎么样 他可以做外交家 首先是 这个人他比较严谨 来 听他说 听他说 关键是他对你都不了解 他看过这个节目 他对我们还是有一定的了解 我首先对古代的职位 跟现在工作的职位是不一样的 如果我做人力资源策划的话 会通过我设计的这个岗位 在面试的时候 考验和考察 这个人才是不是有相关的这个资质 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你学过人力资源相关的知识吗 我了解过一些 那你跟一个就是学人力资源的应届的本科生 在一起竞聘 因为我 不好意思 我打断一下 我的那个上写的是人力资源 但是我 就是当时是我报名的时候 写的有一些草率了 我刚才站在台上说的是 我比较倾向的是做培训师和策划 有期待的薪水的要求吗 7000以上吧 7000以上 有地域限制 北京 一定要是北京 对 好的 来 我们第一轮选择去活流 好 接下来进入天生我有才 今天我给大家展示的呢 其实是跟我毕业论文相关的一个 是清代官员升转标准的一个简述 升官呢 有大概这么几种流程 首先呢 就是最中心的就是皇帝 皇帝就相当于咱们一个公司的大包子 它下面有力部和兵部 就其实可以相当于咱们公司的这个 Human Resource HR 下面呢 还有这个九卿和军机处 其实是皇帝的智囊 这个上司 所谓的司官呢 类似于咱们这个公司各部门的主管 而都府呢 就是各个大区的小boss 我现在标了一种是红色的这个线 就是常规上来说是兵部和吏部 给皇帝提出这个名额 然后送到这个九卿和军机处 再让他们看看怎么样 再录用 如果皇帝不同意的话呢 就打回给兵部和吏部 这比较简单 打断一下 在这一块腐败的话 就是那个买官卖官 在哪个环节里最狠 清代有一个制度叫捐纳 直接能拿钱买 买官买官 其实是清代的时候一个政策 对 它不是腐败 那个时候就是你捐了钱 他就给你一个关系 我连这种买法 一种是把钱给国家 一种是把钱给你私人口袋 对不对 对 就刚才咱们讲的那个 不是有户部和吏部 要向皇帝推荐人吗 其实他在推荐的这个过程中 舞弊的情况很多 如果就出现情惠受惠 主要是在这一块 这可能是你的专业 和你今天应聘的岗位 唯一的一个结合点吗 差不多 但是其实你刚才说了 其实你主要做的 还不是人力资源 你是想去做策划 讲师也可以 讲师也可以 到底是哪个是第一印象 第一印象是 我比较倾向于做管理培训师 就是培训 那培训什么呢 培训历史吗 我觉得每个管理培训师 他只要是有一些讲话的技巧 但是恕我直言 刚才你在解读的过程当中 语速特别的慢 就是听上去就让人感觉很迟缓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我们请周思琳来点评一下 他做培训 这是不是他的一个软肋 小王你好 你好 我觉得有两大特点 做培训师第一个 口齿要清晰 其实你在说话的时候 语音语调可能需要一个专业的培养 就是有一点点 大舌头还是舌头有一点卷 我觉得这对你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阻碍 第二个 你的文化底蕴很好 可是有一点 你的文化底蕴 跟现在的培训市场 可能有一些脱节 这几点提醒给你 培训师坦率来讲 它分为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 你比如说像产品培训 这个相对来讲 是培训师里头 最为普遍和第一层次的 这种培训师 另外一种比较高一点的 比如说某种技能培训 或者说战略方面的培训 经验 体会 之后你才能给人去做培训 我觉得他并没有想好这件事情 他只是觉得因为 这个为使这个机会 可能少一点 所以他就决定转行 他并不是说对这个厌房 我们在招聘的时候 经常我们跟面试官 就是学习招聘技术的时候 会对你这样一个 特别简单的定义 叫超级小白 什么叫小白 大家可能知道 就是刚毕业 但是最可怕的是 他不但没救过业 他还已经有了 家庭上的一些责任 还有了孩子甚至 所以你是小白里的极品 陈昊老师 我觉得他可能 还是对这个有意见 我对他这种观念 还是不太满意 而且他不能说 就是一个员工或者是谁 没有他具备的素质 不是他想要的人 他就说人家是小白 那在历史专业 我还可以说他是小白呢 是不是 第二轮选择去活流 还有两盏灯 我们直接进入谈前不上感情 来 写好写下你们的薪酬 来 请揭晓 来 请揭晓 CAPG给金雅准备的是 高级管理培训生 我只是认为 你真的素质非常好 我相信你未来 只要进入任何一个岗位 你都很有潜力 而且我相信你 会有很大的培养空间 我定义的时候呢 我定义你的时候呢 我是这么看你啊 首先你有家庭 你有孩子 这样的一个人呢 就是特别有责任感 有爱 而我们这个企业呢 还特别需要这样的人 所以呢 我给你的呢 做一个客服 来 我们来问一下选手本身 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你自己的疑惑 没有 可以选择了是吗 对 来 15秒钟时间 请考虑 咖啡之意 梅耳目眼科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谢谢再见 来 你说一下 为什么不选择他们 主要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并不是说 梅耳目眼科 或者咖啡之意不好 我觉得我可能 真的不适合企业工作 我之前不知道 我对于我不擅长的事 是这么不擅长 这句话是实话 他上来之后才发现 自己想象的一切 和真实的这些 这些岗位的意义 真的不一样 我们为什么会 愿意给你留灯 我说了 给大家尝试的机会 是因为你有 你有一种 你的学习经历 会让你愿意学 会研究一些东西 所以把你放在培训部 其实 你是可以研发很多 新的创新的课程的 当你了解之后 我也说一句 所以你未来 其实可以尝试一下 如果这个舞台 和这次面试 对你未来的工作 还有帮助的话 我觉得也是值得的 来 祝你幸福 谢谢 得家欢乐 好 有些我适合的工作 我会更舒服 一些我适合的工作 我应该发挥我的家 以前我做过那个 演员副导演 以及执行助理 我都做过 想象力比较好 我不怕我不花累 做什么是比较稳重 我像做活动 慢慢想生策划 从头做起 没有一步登天的 我想一点点来 对方又想能认可我 这是我的观点 杨慧山27岁 哈尔滨技团 表演学专业 现场以及电机机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叫杨慧山 今年27岁 来自于黑龙江省七七哈尔 一个魅力的鹤城之都 我曾经做过演员 我曾经做过演员 经纪人 我曾经做过演员副导演 来到了非女莫属这个舞台 我想找一份活动执行 或策划助理一职 以及12位客户老板们 大家晚上好 以及推荐人 主持人 你好 杜蕾老师 来 说一下你推荐的理由 他以前是非女莫属的 现场的一个厂工 然后后来受到 这个节目的感染 然后觉得非女莫属 是一个特别好改变 自己命运的一个舞台 通过正规的渠道报名 然后呢 经过层层筛选 然后想在非女莫属 成全自己的梦想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他身上有一技之长 并且对于他的求职方向 活动执行来讲 非常非常的有用 这算是一个惊喜吧 待会儿大家可以看到 他这个一技之长 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跟非女莫属的缘分 再加上他有一技之长 我推荐他 非女莫属一直是在这个厂子录啊 是吧 对 你原来做厂工的时候 也是在这个厂子里 对 我在厂里边 是啊 我说你具体做什么工作 我怎么从来没见到过你 我就是没事灯灯祭啥的 像厂祭似的 厂祭 就是祭我们这个录制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情况 是吗 对 你平时坐在哪儿 没看见过你吗 平时我在那个外边 在外面 对 后场上 所以说这个东西 就是你这事吧 让人感觉 就做非女莫属 这事又自豪了一点 又光荣了一点 就观众吧 看着看着也想来了 厂工看着看着 也想登上这个舞台试试看 使得非女莫属越来越神奇了 进水楼台了 对对对 来 说一下 是什么触动了你非要登上舞台 大点声音啊 我朋友就介绍了 说这个找工作吧 自然我没有工作 他说你那个去非女莫属舞台吧 就是那个工作比较踏实 就是东北话比较靠谱一些 我说的可以可以 这个没问题 以前在这个后场看非女莫属现场 和今天这么走下来 有什么不一样 真的有点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 就是以前的时候 这个气氛查得很轻松 今天来的非女莫属舞台 怎么 你紧张 怎么这么紧张呢 前日你是看别人 现在大家看你 对对对 你这个第一项第二项 还有什么那个收入什么都没写呢 都空着呀 就是 没写 就想找一个活动执行或策划 不是你这为什么不写呢 工作都空着呢 空白 第二项空白 收入 为什么不写呢 你自己是做场计的哥们 是没看见还是干什么 你在非女莫属干了多长时间 几天嘛 十 也就几天 七五天八九天 看少了 可是你当时到底是没过适用期被淘汰了还是 厂工是临时的 厂工是临时的 来奏那个音乐 音乐嘴唇就主 那个我主要擅长是小号 长号 就以前那个九五年落丧那个学艺那个 我让你轻松一下 你来个简单的学习 简单的模拟好吗 让你轻松一下 拿你最擅长的东西 最擅长模仿谁的声音 或者是模仿哪种乐器的声音 先试一下 来个小号吧 来个小号是吧 来吧 小号 小号 这个长号 这个长号和小号也有不一样 就这样 有点意思 这会放松一点吧 好多了 没问题 这个也算是一气之长 但是这跟我们 你今天的应聘的工作 活动执行助理相关工作 好像没什么关系 有关系 有什么关系 活动执行现场 如果说用这种特技去暖场 去迅速破冰 是有用的 那不还是个临时工作 可是徐瑞 你觉得刚刚暖场了吗 破冰了吗 你所有的表演 我们都不认识 都在你之前就见过 有没有什么是你独创的呀 独创有啊 来啊 有一株那个蚊子 苍蝇 蜜蜜 蜜蜂 来来 对 就这种感觉 展示一下 你看 来到我们达成吧 在 ay 我来到咱讲饼 这是文法 来苍蝇 这是我自己創的 这杯 云� aggrav 沁山 我有个问题 你在简历上 写了一个特尊 我的长人 叫中国音乐嘴 你为什么这么定义 有 现在一定有 百度网已经有我谢的 杨慧珊同学 我觉得你的文字叫也好 苍蝇叫也好 就是声音大和小的区别 都是喇叭声 对 他还有一个 你不是会那个舞打 那个配音 那种 精彩的精彩 我觉得徐瑞表演得特别好 徐瑞表演得特别好 他来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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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把你那个舞打 那个配音动效 你试一下 好吧 来 你打我 我好远没来了 这一看就是街头霸王玩多的 可以 你哪里叫口气 徐瑞啊 徐瑞啊 徐瑞这有你的精彩 来 打电话给精神病医院 最开始徐瑞介绍的时候 我们是还蛮有期待的 那演完之后的话 感觉也就一般般 其实这个就是徐瑞这个托没做好 对 因为徐瑞刚才一说了 把大家的这个期望值一下掉高了 反而这个时候你表演出来 如果说我们把你当作是个默默无闻的 不然表现了这一套 那我们会觉得你特别好 包括你自己写的东西说 中国音乐那个嘴迹创始人这个东西 这两个东西一下子把我们的 那个胃口拉得很高 你知道吧 而且都是刚一开始听着像那么回事 对 稍微过了三秒以后 就越听越不是那么回事 就蚊子长大了成了苍蝇 苍蝇又长大了成了大苍蝇 就没什么声音了 我觉得你把自己的这个很多事说大了 我想问一个词 你知道BBOX吗 我听说过 知道 对 那你如果知道BBOX的话 我觉得在那个人家那个表演里面 我们看了很多 我觉得都比你这个强的不是一点两点 人家里边是会设计情节 不是一点两点 而且老叶蝇的BBOX比你强强 不是 老叶蝇 可以来一个 BBOX都不会 都是口气我还真会的 你会什么 来一个 那你赶快来一个 那你赶快来一个 这一阵 牛牛牛 来 牛叫是吧 不是驴叫 行 老叶蝇来 先一个小公鸡打名 特别年轻的 老公鸡打名 老公鸡打名 老公鸡 比较老的公鸡早上打名 身体比较粗 老公鸡 还不够老 没什么鸡 来个母鸡 母鸡 母鸡下蛋呢 一般它 它会护这个鸡蛋 它下个蛋之后 它老怕别人抢嘛 它会着急 它那样 加上肢体动作 加上肢体动作 对 来 来 来 那个母鸡它会这样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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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卫家 杨卫家 杨卫家 你输了 你看这掌声 这个 它那个母鸡是这样 它会好多种情况 你要旁边有 再来一个老叶 我觉得你这精彩 你要旁边有人和没人 来个鸡叫 老叶 你会驴叫吗 会啊 驴也会啊 对 因为在农村 因为我农村长大 它有样子 来一个 驴它叫也分好多种 还分好多种 你说有那几种 我给你讲 就是那个最痛快的那个驴叫 就是毫无顾忌的那种 那个特别特别痛快的啊 看见母驴了 哇 这看也没什么 老叶 我觉得你现在是中国 动物口气第一人啊 您也可以这么说啊 这个什么源于生活 其实你在农村生活过吧 这你老听老听 也就学会了 就 但是我老听徐瑞讲话 我也没学会 对 因为他们不是一个种子 上天长有点紧张 主要老板就是打击我 导致我心情不好 其实我也想发挥 我觉得没这必要 我今天来面试的 也不是来 来那个 来演 跟他们来一个整体的表演 来吧 其实我有过错 为什么 其实当我们的导演 跟我推荐说 这位求职者 是以前 《非你莫属》的厂工的时候 我当时特别的兴奋 因为我脑子里突然浮现的是 以前在杜齐峰导演旗下 工作的一个厂工 叫林雪 他以前就是专门买盒饭的 然后呢一直默默无闻地 坚持了很长的时间 然后呢一旦有机会的时候 就迅速地绽放出来 现在也算金牌配角 是的 当时我听到惠山的 这个背景的时候 我特别地冲动 我认为说 也许今天属于他的机会来了 但是在场上的时候 他突然告 我才知道他的一个背景信息是 他在《非你莫属》当厂工 只当了九天 我当时就崩溃了 从刚才叶子龙的表演 和你的表演 我们看得出来 虽然说行行出状元 但哪些可以作为自己吃饭的饭碗 哪些只能作为兴趣 是不一样的 刚才你的那些并没有镇住我们 并不足以成为你真正的一技之长 更何况你今天来应聘的 并不是这个 你应聘的是活动执行 和助理的相关工作 这个岗位挺适合我的 我觉得 你干过吗 我没有做过 没有做过 但是我 活动执行你没做过 没有 我是做过 在剧组里边做过 做过那个执行助理 助理的内容就是 每天演员拍摄 我主要是管群众演员 还有这些角色演员 这一方面的 也就是活动执行 其实你没干过 但助理相关的工作你干过 对 做过 好 来 第一轮选择去活力 对不起小羊我把你给害了 来 把灯都亮起来吧 老叶这真不赖你 你知道口技 他这口技 他挣不了 挣不了钱 你说我那能挣钱吗 你这也不能 你得给我们钱 不是 不是 作为中国音乐嘴迹创始人 就是吹出内容 所以他不会挣钱 但是作为一个眼科医生 吹出内容 可以挣钱 我相信这个小伙子 其实来到这个舞台 其实也是抱着一线希望来的 他到底败在哪儿 我希望每个灭灯的老板 把他的原因说出来 好吗 来 一份工作能否做得好 要看这么三句话 第一句话是你能做吗 第二句话是你能做好吗 第三句话是 为什么是你能做好 你能把这三句话想清楚 然后你再重新选择一次 自己的职业方向 我觉得可能 会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不然就是天天你被日子混着 而不是你自己活着 对 你如果说把 用在学文字教和苍蝇教上面的功夫 用在你实实在在想找工作的那个方面 比如说策划也好 还是营销也好 那我想你可能 就会有一个更好的结果了 叶子龙 我特别真诚的送你一个建议 给你一个建议 送你给人害的还真诚 不是不是 给你一个建议 我觉得你身边一定有高人 即使你在这个场合说工作过几天 你身边有很多比你高的人 我建议你啊 你都找一个比你高的人帮你一把 这样的话呢 你的方向可能会更准确一些 好吧 不是叶子龙你得给点干货 你得告诉他你的口气到底是怎么练的 而我觉得你刚才说那个 你那个又会什么鸡叫鸭叫 又什么那个鹅叫 又是驴叫 撤得我也说 这就九龙一毛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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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 他给你挑战的 这个没大意义 PK这吧 没大意义 这都不是事 你看咱们送了他半天 你根本没明白 老爷不是靠这个吃饭的 老爷是靠熟的那把刀吃饭的 我就是希望你啊 就是说你适合找什么工作 你问一下身边的人 因为了解你的人比你高的 我相信还是有的 你问问他 老爷别说了 老爷别说了 我听完他刚才那句话已经愤怒了 你没啥可见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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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调个个儿 卉杉 叶总跟你说 你会那些叫九牛一毛 这句话才是真的 你能把这句话说完 就是前面我们这帮人说的 都是废话 所以我收回我刚才给你所有的建议 我的奉劝就是 踏踏实实对自己照照镜子 到底你是个什么人 我觉得这点事还没想清楚就算了 我觉得他是属于这个 心比天高命比之薄 他的记忆并不如人 所以如果说他想进入职场的话 他要有一个进入职场的心态 要从头开始 好了 其实口技工作者 在江湖上称之为奇人异士 每个人都有过命的绝活 才可能生存下去 我相信你今天上上台这个之后 会让我有一个改变 我以后每次入菲尼莫处 从门口进来的时候 我都会去注意那些场工 我都会去想 他们有没有可能 也像你一样来到这个舞台 他们会不会也像你这样 让我们感到失望 甚至到最后 大家给完了你建议之后 你依然不屑地说你九牛一毛 其实这是九牛一毛的问题 而是你心态根本没有端正 我们欢迎每一个平凡的工作者 来到这个舞台 但是一切记 一定是带着平和的心态 诚恳的心态 再见 欢迎您奉献年度特别节目 2014年互联网人有温度颁奖盛典 请登陆以下的网址 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回顾2014年的互联网行业 为您喜欢的老板 产品以及事件投票 创新创业 改变中国 每周二晚21点20 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创业投资服务类节目 《藏龙过谷》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进入观众的投票平台 您的选票决定着创业者的命运 参与投票 您将有机会获得创业者送出的 该创业公司的股份 感谢大家的黑板 下期节目一见